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今天是天没亮,就开始出发了 跑了整整300多公里 现在来到了邵阳市的洞口县 收到一个姓谢大哥的邀请 来到他们家 为他们看一栋80年前建的木房子 准备将这栋房子改造,重新装修出来 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我看了一下 还挺不错的 当然有些地方呢 大哥说也要稍加的改动 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谢大哥也是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找到了我 他们家距离洞口县城将近有38公里 靠近了淮化的地界了 这边也是山区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房子都建得还挺好的 他们家的这栋木房子呢 在村里面算是为数不多的木房子了 房屋的结构还挺好 五开间的木房加上了一处厢房 但是镜头前方的这处厢房呢 它准备拆掉了 然后修一个停车的地方 现在需要改造的就是五间正屋 这边是属于汉族 和我们那边的房子感觉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边的楼层高度更高一些 二楼啊 都是有房间的 在这底下是有五个房间 其中有个是堂屋 也是客厅 二楼的话 也是有五个房间的 这边的立柱啊 都是山木 塞壁呢 有的是山木 有的是松木 刚刚我们看了一下 整栋房子的结构啊 还是挺不错的 那这间厢房拆掉了之后啊 还挺宽的 大概有六七十个平方左右 这块位置 谢大哥说 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 以前是好几户人家住在一起 现在兄弟们呢 都搬出去了 他的大哥呢 在这边照顾老父亲 他在城里面工作 所以这边装了有三块电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其实这边的房子呢 开间也差不多是三米七八 不到四米吧 堂屋呢 要更宽一些 达到了四米三 刚才的尺寸我们都已经量过了 这栋房子呢 这栋房子呢 准备把上面的青瓦 全部放成琉璃瓦 然后呢 整个房间里面要全部重新装修 包括整个塞壁 要给它窗户 加宽一些 然后房子呢 准备往后移 大概一米五到两米左右 把整个院把加宽 然后房屋的背后呢 也准备要建一些装房 我们可以从这边走进堂屋去看一下 这边的门槛啊 还是挺高的 和苗株的门槛差不多 整个堂屋啊 大概宽约 二十多个平方左右吧 楼层的高度 将近有两米五到两米六 地板是做了水泥的樱花 房间里面将近也是二十多个平方 大家从镜头里面看啊 感觉房子是比较旧的 实际上这些石墓的板子 包括立柱还有楼枕都挺好的 稍加的打磨 重新上了油漆 就很不错了 平时啊 一家人在堂屋这边吃饭 在这背后呢 就是他们家的厨房 在这边啊 准备要重新建砖房 所以这个厨房呢 准备要拆掉了 这边也是木质结构的 现在呢 大哥他们正在商量 准备去做 这里面也是有好几间 大概进行的话将近三米五左右 我发现一个问题 整个房子里面的光线是非常暗的 还是和以前的建筑风格有点关系 窗户都留得比较小 这边啊 到冬天的时候也会烧柴火 熏辣肉 和我们那边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你大哥吗 这是我大哥 你大哥 你是弟子 我是最小的 最小的 你们有几兄弟啊 四兄弟 这一家子 老三在北京 老三在和画 在和画 那逢年过节都回家 很热闹 他的房子在新化 哦 大哥是在新化那边 我在买房子在新化 现在是父母年纪大了 所以回来照顾 他必须回来家 必须一个人在家 我们就出点钱了 是的 我发现你们这边用水还挺方便的 这个水我都直接喝的 都是泉水 泉水 嗯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背后 都是你们家的土地了 对 就是后面这一些土地 相当于房子往后移的话 那这背后就是用砖 再弃一排房子 对对对 可以作为房间 也可以作为厨房 还可以卫生间 对 就一间房 厨房 餐厅 楼梯间 一间房 卫生间 五间差不多了 也是五间 按着正屋一起 平着一起键 跟这个房子一起的 连着一起 对 跟这个宽海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 一样的开建 一样的开建 反正木房子开建多少就多少 跟着这个来 嗯嗯 上面盖的也都是琉璃瓦 琉璃瓦 对 那大哥我看到一个问题 像那边的琉璃瓦 质量就不怎么样 你看那个红颜色的琉璃瓦 质量就不怎么样 这个不是琉璃瓦 就是什么 红瓦 上面那个才是琉璃瓦 哦 我那个才是琉璃瓦的 那边那个才是琉璃瓦 像那种那种 质量就比较好的 有的是全瓷的 有的是半瓷的 这个红瓦的话 是现在不用的 这个红瓦 我这个也盖的红瓦 红瓦不行的 红瓦 还是流水没那么快 而且容易停留那个渣子 垃圾 对 它就半瓷的嘛 基本都是这个瓦 盖这个瓦 盖这个瓦 这个瓦质量就好一些 对 换这个瓦 而且到时候可能大瓦 稍微大瓦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那个下雪啊 那个雪糕啊 一边一个防滑扣的 做防滑扣了 到时候如果我们做的话 我们要从那边带过来的 嗯嗯嗯嗯 要不然它那个雪块 Champion 它是整块整块的掉落 这样 旁边的邻居都做不了 对对对 嗯嗯嗯嗯嗯 那我就转 SALIE 以及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还中了些堡美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啊 都是木质结构 后面加建的 现在准备放成砖结构的 所以要给它拆掉了 只剩下了木屋的位置 整个木屋在向后移将近两米左右 其实这么看的话 整栋房屋近身将近有八九米 但是把这背后拆了的话 只剩下了将近五米的近身 相当于要拆到这根立柱的位置 背后全部不要了 用砖来代替 我们初步计划的是准备把 木房子的外墙的木板保留 上面的楼板还有地楼板 都需要全部换掉 墙板的话保留 然后整个房间里面 用刷那板做成包裹 住在里面更干净 卫生一些 这是他们家养的土鸡 从这背后是可以走到二楼的 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层木地板 已经有几十年了 它的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准备要全部给它换掉 然后这边的楼梯呢 就不保留了 准备在堂屋的背后 加建一个楼梯 走到二楼 这栋房子是有上下两层结构的 当然这背后加建楼层高度就比较矮了 现在重新去砖房的话 这背后啊 也是不做房间的 也全部给它封闭起来 相当于以后这边呢 只留前面的房间 这就是二楼的房间 楼层高度将近有二米三 接近二米四左右 这边需要一层楼板 这里还要一层楼板 底下一楼还要一层楼板 和我们家的那套房子一样的 三层楼板 这边是以前几十年前老式的床 实木结构的 整个房间将近也是25到30个平方左右 窗户都留得比较小 现在我们帮大哥改造的话 要把整个窗户加宽一些 这样子房子里面采光更好一些 这边一个走廊 准备要给它留出来 可以晾晒一些衣服 走到走廊休息一下 也是挺不错的 在这外面 我们准备要加建一个 一个盐廊 相当于要从那边加上立柱 这是五开间的房子 就要加六根立柱 全部加到前面 然后瓦片再往前面盖一些 木房子 它就不会淋雨了 具体怎么做 到时候再为大家分享 像二楼的这些木墙板能保留 我们还是给它保留下来 然后该打磨就打磨 房间里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处理 刚刚我们聊的是像 这房间里面准备用板子 全部给它包裹一层 在房间里面就看不到这些立柱 还有房子了 类似于我们家 用上拿板包裹一层 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朋友们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案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出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样 这层板子看起来以前应该是没有开过公木笋的 它的缝隙是比较大 能保留的我们可能会保留下来 直接在上面再铺上一层山木板 如果不能用的话 我们就全部拆了 直接再铺山木板 很期待房子改造出来的样子 我相信应该是很漂亮的 房子的视野基本上还是有点点不太好 因为房子门口是有两栋砖房子的 挡住了视线 这二楼也是有四个房间 一个客厅 和一楼是一样的 这边是厢房 厢房以前也是没有装修 在这边是堆放杂物 晾晒衣服的 现在整个厢房这一间 要全部拆掉 以后作为停车的地方了 那就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要去另外的地方再看一下 这期呢 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 拜拜 好 走了 大哥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